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 超多款式 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张杰出道 15周年 之前青涩的他 如今已经成为了父亲 网友心疼他张杰出道 15周年张杰 从出道至今 已经有了众多歌迷喜欢 每一步走来 都特别的艰辛 但是不管怎样 累怎样辛苦张杰 都没有放下自己的音乐梦想 在这十年当中 张杰也没有辜负自己歌迷 以及粉丝们的期望 成功地演唱出属于 自己得到原创歌曲 让赢得了粉丝们的喜爱 在之前粉丝以及观众们 都是在电视上看到张杰 但是现在全球华人 都能听到张杰的歌曲 导致张杰 在全球华语圈内都非常红 只要是有国人的地方 就会有张杰的歌曲 在整个华语歌坛 都能看到他的 不断努力与进取 张杰出道 十五周年张杰出道 十五周年就在三月二十四日 张杰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突然拾出了自己 一五年之前的照片 在照片中 能看出当年的 那个青涩少年 已经远去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也让他在这些年程 为了一名丈夫及父亲的角色 这样的转变 让他更加坚定地认为音乐 是他不能放弃的事业 网友们感叹到时间 真的是太快了 一转眼 一五年过去了 当年喜欢他的一些粉丝们 或许都已经为人夫为人妇了 时间跑得太快 自己都追不上了 张杰出道十五周年 张杰从快难当中脱颖而出的时候 还是一个青涩少年 通过他自己坚持音乐的梦想 一路奔跑才成就了 现在的张杰 而张杰在去年 鸟巢演唱会上的位置 几乎爆满 可见张杰 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地位 也能看出 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得到了不小的回报 观众以及粉丝们 就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来让张杰 坚信自己的音乐道路 用每一场 作无虚席的演唱会 来证明他的歌声 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有很多人只是看到了 他在音乐事业上的努力 但是你们却不知道 张杰还真的是一个工作狂吗 据悉一八年的 前四个月 他一直都在不停地工作 张杰作为一个 没有钱也没有背景的歌手 只能通过自己的双手 来为自己打拼 拼出属于 自己的一片天地 张杰出道 十五周年作为歌手张杰 已经是很成功的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张杰 作为丈夫 作为父亲 也是合格的 张杰与谢娜结婚之后 就生下了一堆 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现在两个女儿 已经长大了 也用不了 两人时刻的照顾 谢娜以及张杰 就出来为两个女儿挣奶粉钱 而张杰还在生日的时候 晒出了一家人的照片 在其文字当中 说出了自己对谢娜 以及孩子们的爱 张杰出道 十五周年张杰出道十五周年 对于自己女儿的疼爱 相信是每一个父亲 都应该做到的 张杰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说道 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当女儿长大之后 嫁人的那一刻 自己或许会哭 张杰是真的很努力 才能拥有现在的成绩 从一个快乐男生当中的青涩男孩 再到一个赶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唱的歌手 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而张杰都做到了 现在成为一个让观众喜欢的歌手 也是一个慈善家 更是一个贴心的丈夫 以及疼爱女儿的父亲